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T MEANT TO BE CALL IT QUIZ CALL IT DESTIN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我現在是在英國 不是 我不知道英國 最近因為簽證問題 然後還有我個人的健康因素問題 我決定先回台灣一段時間 所以呢 我把我所有行李都打包 然後海運 就搭上了回台灣的飛機 因為英國回台灣要集中檢疫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集中檢疫所裡面的房間 錄這支影片 路上很多人分享 我就沒有特別錄VLOG了 而且那時候我是拿了真的超多行李 根本就不可能錄 所以我大致上就是搭阿聯酋 然後到杜拜轉機 然後搭到台灣 一路上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就是還算安靜 然後大家都有戴口罩 然後我就照吃 照睡 因為每個人都一排 所以就全部躺平的睡 然後搭到杜拜那一段真的超舒服 我位置超大 然後那個就是飛機上面還有那個夜空行星模式 睡得很舒服 然後搭飛機的時候 要在地勤那邊給的PCR test 跟進台灣的健康申報 我都就是沒什麼問題就通過了 然後在杜拜轉機的時候也很快 轉機的話他完全沒有看我的test 我是9點搬到台灣的 然後我大概11點15 抵達我的檢疫所 那我的檢疫所是在桃園嗎 就是 一到的時候就是我們會先 收到通知說我們會去哪個檢疫所 然後之後就是 一個一個等大家學人呼召 然後最後我們會去 有海運的人會去填海運申報單 然後一路上就是出關的時候 就有一批消毒人員在我們後面負責 消毒我們的 就是那個 蹤跡 上游覽車之後 就真的蠻快 15分鐘就到了 那就開始了我的 軍中生活 這是我進來的那個房門 然後 我的行李就是就在這邊 然後礦泉水門 這根本就是一個客廳耶 真的超讚的 然後那裡是生活寶 還有很重要的 拖鞋 進來這裡才是房間的部分 就是什麼都有 不但有電視 電風扇 洗脫烘三合一 然後還可以當衣服 還有你看 還有熱水器 超棒的 然後床 這個真的超級軍人 感覺 嗯 床墊真的超硬 然後 這部分真的是 這什麼都有耶 那除了泡麵還有另外再給一個餐盒 還有衣櫃 洗衣籃 它基本上就是 什麼都有 而且還有窗戶通風 我覺得超棒 然後廁所的部分 一樣很新 就是一個真的 很讚的檢疫所 報告 9.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vaccinated in the UK by contrast, France has only vaccinated about one and a half million and I know that they ain't real I'll take the truth over the story you might have tried my patience greatly but I'm not about to let us fail I'll be the way I'm picking up your sail but won't you do something for me 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t meant to be by order of the breaking point 這兩週的隔離我覺得可以歸納一下幾點 一就是環境很好,我的房間很大,採光也很好 然後第二就是後勤人員真的對我們很好 我們就是有一個LINE群組 那隨時就是你每天可以填說你需要什麼東西 那他們就會給你送過來 就是補充像是什麼奶茶包啊 然後泡麵啊 然後生活用品就是一定你問有什麼 他就會給你這樣子 那其實說實在所有生活用品都非常齊全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只有垃圾袋我有多加過啦 然後還有因為我生理起來 他們也會提供給我衛生棉 然後第三點就是很規律的生活 因為我們這個檢疫所 每間檢疫所不一樣 但是我們這間檢疫所是 6點有一個叫起床的廣播 然後6點半開始吃早餐 然後11點半吃午餐 5點半吃晚餐 然後9點50會有一個廣播說 就有請時間囉 那就是規律於健康的生活 我算是非常滿意我的檢疫生活 但是拜託 需要接觸說 我現在的護照片 我今天想看 我們坐摩擱